聯合報 郭台銘爭取藍題名選總統 為四年前負氣離開道歉 若民調高獲徵招會全力挺猴 這問題問前韓國瑜 韓國瑜精選總部發言人最合適 你覺得看到昨天 昨天郭台銘為四年前負氣離開道歉 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我先講 我覺得昨天他算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記者會 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剛剛提到他有道歉 其實早就該道歉 他上一次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如果不是說 不是用上次那個方式啊 上次那個方式是講說 我年輕氣盛沒有什麼道歉的問題 那他假設上一次是道歉的話 我覺得他現在民調一粒米高很多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他講話那種邏輯 算是一氣呵成啊 就是講了幾件事情 為什麼要參選 然後他參選之後可以帶來什麼 怎麼解決這個美中的問題 以及最後跟國民黨道歉 然後最後重點是不接受媒體提問 這件事情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 國台民上次就出在他接受媒體提問 亂講話 就是他要宣佈參選總統 結果是一個媒體問他 然後他忽然間冒出來的一句話 而且還在星雲法師的告別式上 對啊 就非常的草率 粗糙 而且會讓人家覺得很沒有誠意 我的看法跟原子蠻接近的 我覺得他其實昨天那邊稿子 然後呢就是他的展現的 展現的那樣子整體來說 應該是說他從參選總統 甚至包括四年前 然後再到這今年兩次參選總統當中 表現最好的一次啊 表現最好的一次就是 就是他又把該講的事情講出來 然後其實他其實在情感面有照顧到 然後在理性面其實有照顧到 簡單唸一段好了 現在全世界都渴望和平 B站當然是領袖最重要的責任 台灣B站要做兩件事 第一是化解美中對抗 第二是不能讓民進黨執政 我們必須誠實的告訴年輕人 投票給高舉台獨仇中抗中的民進黨 是危險的 是與你們的利益為敵的 和平的日子並不是理所當然的 需要人民做正確的選擇 這邊這段話其實短短的我揭露啦 他其實就我覺得其實一個參選聲明 就必須要這樣 你必須要把你參選的目的高舉的很高 能不能做到 當然就是看你後面鋪排 你提出的做法 能不能讓民眾相信說 你有這個能力 有沒有這個說服力 但是其實你很清楚的標局 你為什麼要參選的原因 然後呢 然後你核心的主張是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而且那這篇文章 他有寫到這個基本上是成功的 那第二個就是 就是現在大家最多討論 像剛剛源氏也討論的 其實所有人都是highlight這個部分 我四年前腹氣離開國民黨 讓很多人失望 像國民黨朋友們 致上我萬分的歉意 對不起 這一次國際局勢越來越兇險 我清楚看見自己無可推諱的使命 我願意做2300萬台灣人的僕人 貢獻我在國際社會上累積的智慧人脈 用我一生餘命 為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而戰 為台灣人民的安全 幸福而戰 他把自己離開國民黨的心理層面 從年輕氣盛改成富氣 那年輕氣盛當然就是似乎還有一點要為自己 自己講說啊我就是我年輕嘛對不對 當時沒想那麼多 那富氣很明顯就是其實就知道就是 就是比較複向的自言就是 對我做錯了 因為我富氣離開 富氣大家一般來說 大家都會覺得說那是一個不對的行為 對 然後讓很多人失望 像國民黨朋友 致上我萬分的歉意 那這一段就是早就該做了 我也認為 然後最後呢第三個 第三個重點就是我框起來的啦 如果民調侯市長高過我 國民黨決定徵召他 那我會全力支持侯友宜 幫助國民黨團結勝選 那這一段是正確的 也是該講的 那當然很多人還是會質疑他說 哎你這個你四年前也參加初選啊 結果這個選書翻桌 那你還會你會不會做到 可是呢既然他這樣講了 你到最後也只能說 你上次都沒做到 你這次會做到嗎 你不能你也沒什麼挑剔的 你只能挑剔這個而已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這一篇參選稱名是成功的啦 郭大銘表他在爭取 國民黨總統提名 侯友宜說 這題怎麼那麼長啊 護國愛民是我不變蘇星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是耶你給我說說 請問一下這個前面 跟後面怎麼接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我因為這樣子我還特別去 特別去要了一下逐字稿 昨天記者是問他說 市長你怎麼看今天 郭董訪美回來的記者會 他再度為退出國民黨道歉 也表態爭取初選來選 總統你怎麼看 然後侯友宜說 我這一生最重要的是守護中華民國 讓台灣人民大家都能夠平安 這是我不變的初心 所以面對每一個人我們都用 大家團結在一起 努力的顧我們的國家 顧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讓這塊土地會越來越好 我相信這也是每一個人的心願 他沒有講錯啊 只是說這個答案可以用在每一個題目啊 只是說這個答案可以用在每一個題目啊 他沒有講錯啊 他沒有講錯啊 好啦就這樣子我怕被坐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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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侯友宜回應產生氣耶 他這基本上已經答非守問到一個極限了 然後呢即便是你念的那個竹子稿那一段 那一段裡面也是 也是就是他就是把一些句子組合在一起 他前言不對後語耶 對啊有啊 第一句他第一句回答就是啊 我這一生最重要的是守護中華民國 讓台灣人民大家都能夠平安 這是我不變的初心 對然後然後呢 守護中華民國是我不變初心 我是說基本上他這一段回應也是一些廢話 就這一段也是念完之後 聽不懂他講什麼 比較沒有 不要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害我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不要不逼你啦 朱立倫到郭台銘家拜會 建議選不選都應和選民溝通 這就我剛剛講的啊 對啊 這昨天就是那個知情人士去放的啊 就是說朱立倫建議他說 選不選和選民溝通嘛 意思就是要跟 我認為這句話的重點應該是要跟國民黨和解 我覺得朱立倫到郭台銘家拜會這件事情是真的 然後呢同時有建議他選不選都應和選民溝通 這件事這個話真的有講 這兩件事情都是對的 都是對的 就是朱立倫 本來就應該好好的有誠意的去跟 去跟所有這個 這個參選人 友誼參選的人做溝通 然後進行整合這件事情對的 我表示肯定 然後他講說要跟選民溝通這件事情 我也是覺得是對的 我也是覺得對的 所以如果是這個朱立倫建議之下 讓郭台銘決定有昨天那樣的聲明 跟那樣的姿態的話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可是看起來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實在不知道說他的溝通 除了這兩件事情是正確之外 基本上在真正整個結構跟規則上的建立上面 他到底有沒有跟郭台銘講好 或是說跟侯友宜有什麼默契 這才是大家看不懂的地方啊